那待會也可以來看到 樊鎮東他在力量方面的展現 落後 那中國他從2010年開始一次 張濟科也是有兩次 哇 又可以看出 四球的對抗都是旋轉加力道 那最後你可以看出 那以鎮東指的發力來搶下的第四分 哇 看出鎮東指確實表現出 擊敗了新加坡的高年 那張濟科則是以4比2 來擊敗了奧地利的對手 哇 這個球表現呢 一開始 確實是打出非常強勁的球速 哇 又是一個球 張濟科是把局面掌握在自己手上 對 比分打成了6比1了 對 這個球又是一個快速的摩擦 進攻防守調整的有點奇怪 所以比分落後到3比8的落後 哇 漂亮 這個鎮東指的步伐快 那最後呢 從被動當中呢 轉為反攻 確實 曾鎮東指這位選手呢 比一擊的整個 所謂的氣勢之外呢 他的進攻的力道非常強勁 第一局的局點 10比5 哇 非常大 哇 剛好 那這一球的路線 兩大角度變動 兩大角度變動 你只打反守會 我想非常不利 可以看出 這大膽性的呢 走兩條路線 好 白斷還有機會 好 側身 好 再側身 好 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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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進攻的這個位置呢 確實不容易 哇 又是要6比3 樊鎮東好像是領先 又是在台內來擺 打法 打飛掉了 哇 發球已經掉開了鎮東 哇 太前面太前面了 這也不容易打 7比4 三分的領先 又是主動來發力 漂亮的聯繫三板正拍 剛才變線 可以看到樊鎮起 側開 這時候是 防守者是樊鎮東 想要一個加壓 出界 哇 漂亮 又是先主動來發起攻勢 所以在第二局的比賽當中呢 是徹底掌握在樊鎮東的頭上 目前呢 雙方局數1比1 打成平手 就很厲害 但是能夠先撤就先撤 像這個 中國的陣容紙呢 也了解要怎麼樣控球之後 再輪到陣容紙的發球 這一次發球路線呢 對方是先領過來 不過這種紙有做出一些準備 第一分 出現一個急場球 好 這是偏右 漂亮 兩位選手的 速度確實是快啊 對上的話 可以看出 樊鎮東呢 你不測 你就是沒有佔有優勢 最後還是陣容紙的發力 哇 這是用樊鎮 雙方在第三局打平 2比2 漂亮 這球帶起來 結果反倒變成陣容紙的好機會 對 從這一球你就會 這個帶起來呢 已經有點 已經不容易拉 那韓國選手整個就是 產生一個最大的發力 這個韓國選手呢 它本身就是有這種 哇 還是 哇 過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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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過來 過來 感覺我看 目前來講 對方接發球 蠻順的 哇 又是反手之後 再接正手 取得了第九分 從原本的落後 現在達到了有三分的領先 對 完全是在 防守當中 哇 又 好 中演才對啦 哇 原本陣容紙呢是 從下反正東還是拿下了這一分 對 這個可以看出 在拉球要怎麼樣產生呢 到了橘末點 10比7 哦 直接台內的進攻 這個球 陣容紙打出呢 非常強勁的一個力道 短球上哦 能夠直接的進攻哦 就是要利用呢一些 鎖 輪到去陣容紙的發球 哇 小主動 最大的本事啦 看是不是自信 好 先擺一個 開始 反手 哇 哦 又一球 哇 在前面幾球呢 都是先跟你來擺 後面再用你的方式 改變球的形勢 在現在的第四局呢 打成了2比0 哦 這個球 也是影響了 韓國選手的一個整個 漂亮 陣容紙的一個 加力的推擋來防守 在所謂的短球上 哦 這比1 凡政東在第四局 還是領先 哦 那當然你要以短球對抗之外 一定要試死的 有一些進攻 好 像這個 還有 好 撒嘎球 哇 這次來的非常精彩 這是在攻擊選手當中呢 會經常出現的 中眼台的對抗 哇 這放個滿高的 哇 還要想要反啦 這難度很高啊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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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張快 他基本上速度很快 已经挤到身体了 步伐也没办法 有太多的一个位置 好 开始领球 環正东的主动进攻呢 蛮强的 好 领球之间的一个心态 哇 稍微的稳住 那现在他没暂停可以叫 哇 台内直接的进攻 那确实 神龙子呢完全是靠的正手 完全是看他的爆发力 哇 这个球是打得很用力啊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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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比10 建荣只能发球 哇 又被抬到了 能不能掉开樊正东 左右两大角度 这个可能要 刚才呢是反手 进攻的非常用力 这是偏右短球 哇 再一次 这个球 速度又快 早度刁抓 球的整个技巧 你可以看出中国这位 哇 又是 发球的变化 你可以看长球是有 短球上 还是偏右短球 速度 非常 对 哇調成的 哇 哇 最后这样子相当可惜 在大部分都是他足够的成功 最后还是丢掉这一分 哇 反正东方 太好 太精彩了 很高 就是已经带了步伐 反正东哦 左右呢 能就就有成功 还能够有一些力量的反攻啊 就是有良好的步伐 非常好的步驟 哇 郑榮池非常失望 制造一些 拧球开始加速 非常快 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一局第五局凡真东西 11比9击败了郑榮池 这位来自南韩的对手 所以中场凡真东 属于4比1的局数 打倒了对方 那在本阶的世界杯 闯进到了后面的四场 那待会也可以来看到 凡真东他在力量方面的展现 那落后 那中国呢 他从2010年开始一次 张继科呢也是有两次 哇 又可以看出 制球的对抗 都是旋转加力道 那最后你可以看出 那以郑榮池的发力 抢下了第四分 哇 看出郑榮池 确实表现出 击败了新加坡的高宁 那江龙池呢 则是以4比2 来击败了奥地利的对手 哇 这个球表现呢 一开始 确实是打出 非常强劲的球数 哇 又是一个球数呢 江龙池是把局面 掌握在自己手上 对 比分打成了6比1了 对 这个球又是一个 快速的一个摩擦 进攻防守 这调整的也有点奇怪 所以比分呢落后到 3比8的落后 哇 漂亮 这个增冬值的步法快 那最后呢 从被动当中呢 转为反攻啊 其实 曾宏子这位选手呢 第一集的整个 所谓的气势之外呢 他的进攻的力道 非常强劲 第一局的局点 10比5 哇 非常大 哇 刚好 那这一球的路 两大角度变动 你只打反守会我想非常鼓励 可以看出这大胆性的呢 走两条路线 好 白断 还有机会 一分 出现一个机场球 好 这是偏右 哇 漂亮 两位选手在这 速度确实是快啊 对上的话 可以看出啊 反正东呢 你不测 你就是没有占有优势 最后还是 曾宏子的发力 哇 这是用凡 双方在第三局打平 2比2 漂亮 哇 这一球带起来 结果反倒变成 镇容子的好机会 对 从这一球你就会 这个带起来呢 已经有点 已经不容易拉 那韩国选手整个就是 产生一个最大的发力 这个韩国选手呢 他本身就是有这种 我看目前来讲 对方接发球蛮顺的 哇 又是反手之后 再接正手 取得了第九分 从原本的落后 现在达到了 有三分的领先 对 完全是在 防守当中 哇 又 好 中眼才对啦 哇 原本正 好 侧身 好 再侧身 好 再侧身 哇 呢 凡正东是 4比2 现在有两分的领先 先是在 哇 互相的 能不让对方进攻的 这个位置呢 确实不容易 哇 又是到6比3 凡正东 好像是领先 又是在台内来摆 打法 打飞掉了 哇 发球已经掉开了 阵容纸 哇 太前面太前面了 这也不容易打 不容易 7比4 三分的领先 又是主动来巴力 漂亮的联系三板正拍 刚才变线 可以看 凡手起 测开 这时候是防守者是 凡正东 想要一个加压 出界 哇 漂亮 又是先主动来发起攻势 所以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呢 是彻底 掌握在凡正东的手上 目前呢 双方局数1比1 打成平手 就很厉害 但是能够先撤 就先撤 像这个 中国的阵容纸呢 也了解 要怎么样控球之后 再轮到阵容纸的发球 这一次发球路线呢 对方是先领过来 不过阵容纸呢 有做出一些准备 阵容纸呢 是从下 凡正东呢 还是拿下了这一分 对 这个可以看出 在拉球要怎么样产生呢 到了局末点 10比7 直接台内就进攻 这个球阵容纸打出呢 非常强劲的一个力道 短球上 能够直接的进攻 就是要利用一些锁 轮到去阵容纸的发球 哇 小主动 最大的本事啦 看是不是自信 好 先摆一个 开始 反手 哇 又一球 哇 在前面几球呢 都是先跟你来摆 后面在用你的方式 改变球的形勁 在现在的第四局呢 打成了2比0 哦 这个球 也是影响了 韩国选手的一个整个 漂亮 可能指的一个 加力的推挡 来防守 在所谓的短球上 在所谓的短球上 比1 凡正东在第四局 还是领先 哦 那当然你要以短球对抗之外 一定要适时的有一些进攻 好 像这个 好 像这个 还有 好 撒嘎球 哇 这次来的非常精彩 这个是 在 攻击选手当中呢 会经常出现的 中眼台的对抗 哇 这放个蛮高的 哇 还要想到 反啦 这难度很高 好球 好球 哇 连续几百的正拍 终于 哇 这次这个力量 一拍比一拍的重 那也可以看出 凡正东的身体的动作 他基本上速度很快 已经挤到身体了 步法也没办法 有太多的一个位置 好 开始领球 哦 反正东的主动进攻呢 蛮强的 好 每一球之间 一个心态 稍微的稳住 那现在他没暂停可以叫 哇 排内直接的进攻 那确实 神龙子呢 完全是靠的正手 完全是看他的爆发力 哇 这个球是打得很用力啊 10比10 神龙子的发球 好 过来 过来 哇 又被抬到了 又被抬到了 能不能掉开凡正东 左右两大角度 这个可能要 刚才呢 是反手 进攻的非常用力 哎 哎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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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